好,最後一條最難回答的問題 天堂鳥出道歌曲《登陸太陽》 在網絡備受爭議,負評如潮 無論宇宙壓力都將我壓低 誰知第二首主打《What You Want》 為自己爭一口氣,網民LIKE爆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你們又會不會選擇用《What You Want》 做你們的出道歌曲呢?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What You Want》 正在播放聲單時,我看到天堂鳥橫鵝 橫鵝 是Yes or No? 不會的 因為真是《登陸太陽》令到大家這麼深刻 沒有這首歌,根本我們無法推出 所以你們有一點注定的這首歌 就算他成同敗這首歌 但對於你們來說,你們也是最喜歡的 沒錯 我想知道其實 《What You Want》和你們第一首 《登陸太陽》 其實… 對不起,我就是那個 其實《What You Want》和《登陸太陽》 這兩首歌是不是 《登陸太陽》六仙的? 沒錯 所以就變成這首歌一定是《First Blood》 沒錯 原來是這樣 但最初這首歌誰定型 不如這首歌就成為《天堂鳥》第一首歌吧 定型 公司吧,公司的老闆 老闆定型 即是覺得比較韓式的Mkpop 最像你們 其實因為這首歌真的挺小的 即是我們自己聽完都覺得 不知為何一直在腦上播放 對嗎 所以… 有點洗腦的作用 對,放出來的效果 想不到真的達到目標 哈哈哈哈 不錯,真的不錯 即是《登陸太陽》 大家《What You Want》的反應也不錯 大家都覺得很好 你們有什麼回應? 其實因為我們在錄好《登陸太陽》 即是出面了小時候 已經《What You Want》 其實一早就錄好了 是 之後因為很多公司安排 這首歌是推遲了很多才推出 這樣也很開心 網民也給了很多正面的回應 但這首歌比較柔軟 比較抒情 也有多久 我們在錄好嗎 是否有一個好處 在錄好嗎 是否也不想到